哈喽大家好我是白衣 现在是居家隔离第一周 一周整七天了 我在整理我自己的小东西的时候 发现我有好多好多香水 也没有很多 给你们分享一下我的香水 第一瓶呢就是我大一的时候 就种草丘乳的一个特别奶 的一个香水是 Dipipip的无花果 你们分享 这个味道呢 就是 就是 这瓶无花果在我的心中 应该在前三吧 就像白月光的存在 它就是无花果叶 加椰子的香味 很奶 而且没有很甜腻 大学生的时候特别适合 我大一的时候那个状态 如果在一个集体里面 你喷这个味道进去 就感觉你很亲切 然后 就是 它会让你很减零 Dipipip的谈道 去西湖零饮丝的时候 会闻到 这个味道特别香 我有很多外国的朋友 会很喜欢谈道 他们会觉得 这是那个 自愿里面的那种味道 他们很向往 我也特别喜欢 这只香水空瓶的一景 现在我手里有一只小样 它叫杜桑 很多朋友也叫它晚香玉吧 就一种晚香玉的花 然后它里面还有调用了枝子花 它就是那种 我有时候 我会买一些小样用来喷枕头啊 震惊啊 床单之类的东西 因为它 就是 它就是那种很清爽的味道 花香调 你小时候妈妈走进你的时候的那种 妈妈的味道 我喷到枕头和枕内上 晚上睡觉的时候 都感觉就是 妈妈在你的身边 特别有安全感 但是这只我是不会 出门的时候喷 它就是我的家乡 还有最近入手里的香水 它叫 我不是香水 其实 基因我的可能不是最开始的味道 是它的名字 它叫我不是香水 我觉得很特别 它的前调中调后调 都是一个味道 都是超级融贤泥 它好像 喷在 就是不同人的皮肤上 然后 就是不同的味道 体伤形成剂 对 最后的最后 我给你介绍一下 我的这个Buried 这个也是用了很大一半了 它的名字叫 超级雪松 这个就是 情感特别强 它的这个味道就很特别 它有一点点酸 在一片森林里 突然碰到了一棵 不一样的松树 感觉在整个森林里 它很特别 但是它也很好靠近 结束了 以后有什么好的消息 你可以在我的留言里面 评论给我 我可以去试试看 然后有什么好东西 也会跟你分享 拜拜